去還是該去 那麼蔡英文接近了林奏妍的時候 她怎麼說呢 她說無負所望 然後說這個稱謂並沒有矮話 因為林奏妍她口中所說的中華臺北 其實就是參與WHA的正式名稱 所以她認為講到中華臺北 就是在重複一個正式的名稱 中間也提到了一次臺灣 不過當然藍綠都已經開罵了 綠德認為自降國歌自穿小鞋 而藍的普遍認為 那你們是不是也欠葉金川一個道歉呢 但在這裡我們看到外交團體 倒是有一個比較緩加的說法 認為什麼呢 好 就是為了要突顯問題呀 你看看新政府必須出席 來試探一下 臺灣在外界情勢的這個冷暖究竟如何 你看看喔 這之中唯獨中國代表團 遲遲不回應我方透過外交系統的聯繫 這就突顯出了中方的傲慢 也正可以對照出 把臺灣納入大中國下的一個荒謬 以及對臺灣的保障是否周延的問題 你說臺灣不管在申請部分要怎麼樣 都要under在中國的保障之下 但你看看中國是如何對臺灣的 是這樣可以突顯出來嗎 我們再來看一看下一頁 下一頁呢 WHA的現場之際就是剛剛場所 也特別提到的臺灣聯合國協進會 好這裡是WHO宣達團的發言人曾宗凱 他怎麼說呢 他說其實被工作人員倒是笑老說 你們臺灣很奇怪耶 四位不同政黨的立委來 還發生了有國民黨立委自己地 自己政黨的說明 在場內還遇到了WHO工作的人員 開玩笑說你們臺灣是有兩個國家嗎 剛剛長組也提到了這一次 倒是這個宣達團最受到駐外單位 關照的一次 過去馬政府只把他們當麻煩製造者 但是在這一次呢 充分的跟他們進行了溝通 也讓他們實際感受到 其實外國有充分理解到臺灣的困境 而且他們也再次強調 其實真的應該要去參加 然後他們說臺灣應該要團結 對 長組 你在現場的感覺 從第一個 其實我們一下飛機 要出發之前大家就很緊張 因為其實臺灣就一直瀰漫著一種 你去到那裡不常常問都沒辦法進去 他們會用這個無所不用其極打壓你 然後會刁難你等等 所以我是可以感覺到整個代表團 包括部長都在一個緊繃的狀態 那來了很多的message 也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也不知道是中國那邊來 還是自己 自己人下自己人 那所以他 我可以感覺到他戰戰兢兢 那每過一關 他就有一種鬆一口氣的感覺 門終於進去了這樣 然後立委們也沒有被講說 可能會被當成一般人刁難 我們也是走這個禮遇的這個通道 然後大家這個臺灣人的宣達團要進去 也很順利 沒有像以前好像也被很多的刁難 那以前甚至於有一個重點 就是以前這個宣達團的人說 過去常常也會有一大早 有中國的這個民眾 不知道哪來的 跑去跟他一起排 然後去跟他搶位置 讓這個宣達團沒有辦法 大家都可以坐得到位置這樣 這一次也沒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是每過一個以前聽說過 或是這一次會強加的事都沒有的時候 我認為心情上大家 包括我在內都是一點一滴的覺得說 不像去逢黑走到那樣恐怖 那一步一步的 這走到最後的時候 真的是到他那一天演講的時候 整個感覺都是很順 所以我為什麼我說一個是驚訝 一個是失望遺憾 就是就是我覺得到那一天 大家其實已經是覺得快要可以回臺灣了 我們這個被大家不管自己嚇自己或中國傳來的message 都沒有發生 那這個時候應該總可以好好的講話了 OK 就這個感覺 對 那個長青兄 臺灣的困境沒有別的方法 當然有方法 今天構成諷刺是全世界都在提臺灣 臺灣自己的政府不提臺灣 叫中華臺北 那今天我在這個節目講過幾次嘛 這次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之後 全世界的英文媒體都是提到臺灣 對 沒有一個提到中華臺北 那今天包括你像美國都可以 這個華盛頓郵報第五大報發表文章說 要揚氣拋棄那個一個中國的虛幻虛構 美國要跟臺灣建交 就提到這麼一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了 那今天我們看看 一般來說叫新冠上任三把火 我們看蔡英文政府這三把火會燒得怎麼樣 第一把火這個林周彥在世界衛生組織這個表現 我認為是不及格的 本來你這個都第一前任呢 前任楊志良的話 他就說了一句 我是來自中華臺北的衛生署長 然後是個全程用的臺灣呢 他這個作為說不惹怒中國 不刺激 那你說了一句我官方的職位 按照現在這個世界衛生組的規定 我是中華臺北的衛生署長 下面你就可以用臺灣呢 你不能一句都不用啊 那你不能在第一的楊志良了 這個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的 所以這個這個表現我覺得是不及格的 是確實像有的立委所批評的 是這個矮化自己的國格的 本來大家有很高的期待 希望你能全程強調臺灣 你上次楊志良講了臺灣 中國也沒怎麼樣啊 連國民黨政府也沒把它怎麼樣啊 這次我覺得表現非常令人遺憾 這一把火燒得不好 第二把火就是賀神旦交通部長 他還沒上沒去走沒去呢 沒去IPAC就說了 一切要依照以往的慣例 而且說這個累積出來相互 這個尊重的稱號 這像國台辦的發言 不會改變 什麼叫累積出來稱號啊 什麼叫一切以往的慣例啊 那這八年的慣例了 馬英九的慣例了 馬英九的稱號了 你還沒去就矮化臺灣的主權了 我覺得賀神旦的第二把火 很可能也是熄火燃不起來 第三次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蔡英文這個巴拿馬之行 如果再延續前兩次這個 非常的謹慎 過於謹慎 小心翼翼 怕惹怒中國 那麼這三把火下來 我覺得臺灣 尤其綠營的支持者 會非常失望的 大家都跟中國成語說 一而在二而三 如果你三次都讓大家泄氣 那大家會非常的失望 今天你看中國擺出架勢 就是威脅嘛 第一個解放軍演軍演 跟以前一樣就是嚇唬 第二個就是這個拿出一個 這一張沒有完成的答卷 一個中國原則是繞不過去 考題答題 答題答卷 都擺出一個居高零下 它是老師的架勢 今天誰是老師啊 兩岸的話 臺灣才是中國的老師啊 臺灣從1996年民主選舉 到現在20年了 中國有個選舉嗎 臺灣才是中國人民的老師 教育起敵中國人民 像臺灣人民那樣 用選票 決定自己國家領導人和自己的未來啊 說今天中共就是文庚武嚇 包括經濟恐嚇 包括國待辦什麼不接電話 沒有熱線了 就是看你是不是妥協 如果你妥協了 它就會加劇 如果你堅持自己立場了 因為臺灣有重要的一個 新政府的一個 一個後盾 就是民意 你依靠民意 依靠國際上的輿論 包括剛剛結束的這個 這個七大工業國家 在日本的會議 都是要惡阻中國來支持民主國家 都是臺灣的後盾的 如果我們這三把火燒不好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很難向他的選民交代的 Freddy 我只想補充就是賀成蛋部長 其實也是我很尊敬的一個前輩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足夠的智慧 那我們一定瞭解他說的這個在APEC裡面 這叫中華臺北 我應該沒有人有辦法想出一個說 你一去突然他幫你改了這個嘛 所以不是要你去怎麼樣去去讓他可以變成 這沒有人想出來 但是重點是你自己的態度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賀成蛋部長 看了這一次這個林宗妍 部長的這一個回來以後 受到大家的這個質疑 自己能夠表現什麼 可以講什麼 這個一定要把握機會 因為我就再一次講 臺灣所有在國際組織裡面 每一次的發言都很珍貴 我們沒有太多機會 可以在國際跟大家平起平坐講話 那絕對不要浪費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要慢慢的累積 才有辦法讓大家變成習慣 就是那臺灣就是臺灣 而不要變成我們自己去習慣 一個矮話的名稱 對 我再插一句 包括這個林部長 他因為這個連世界衛生組織 發了這個邀請函已經明確列出了2758號決議 對 對此就解釋一下嘛 這一點不違背規律嘛 那我就解釋一下 這個世界衛生組破天荒的第一次 給我加上個2758號決議 這個絕對什麼 是解決了中華人民共和代表中國的代表權的問題 沒有提到臺灣 甚至沒有提到中華民國 起碼可以要解釋一下 因為在場那個 那個三千個國家和民間組織代表 有幾個值得2758 2759什麼穩健的 四十多年前的了 所以我他連這個都沒做 是令人遺憾的 許委員 現在民進黨的委員 現在陷入困境了 想罵又不敢罵 這個我是覺得說的確是 因為一開始講的時候 我在臉書就寫說 我怎麼會這樣 這下子很難去面對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的確是如此 不過剛剛看到林聖文 他在批評說 我們應該跟葉金川道歉 我說跟葉金川道什麼歉 拜託耶 葉金川去那邊 他是用什麼身分 葉醫師 葉醫師耶 至少林聖元他的大會名冊 還寫了個什麼 部長 那我要講的時候說 其實邀請函 邀請函之後我們收到 別的國家不會看到我們的邀請函 說別的國家也不會看到 我們的邀請函 裡面有個2758 也不會看到 可是大會的名冊是 所有的國家都會看到說 這是一個部長 那如果是個部長 當然國家才有部長 這很清楚 所以這一點 對於國民黨在那邊批評 我說誰都可以批評 綠營的支持者說你不夠硬 你今天去到那邊 沒有把臺灣多講幾遍 沒有突顯我們的主權 這些批評 民進黨都應該要虛心的接受 但是最沒有資格批評的 就是人社群他們這些人 所以去思考一下 那這次當然 我是覺得說他第三段 中間有提到臺灣 但是我覺得那真的也不夠 他講的是臺灣 臺灣 因為沒有一個字叫 臺北爾 沒有這個字 所以他只好講臺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當然在我們來講的話 不是只有不滿意 有極端不滿意 但是就好像說 他講的明明強強接受 因為至少這一次 如果比起來 比以前國民黨每一次去了 那國民黨執政那八年 後來沒有八年都去了 這幾年去了那個階段 來講的話 其實這一次跟以前比起來 包括聯合國協進會 他們是每年去了 那他們覺得這一次比上一次 比以前那幾次 通通進步很多 但是呢 也仍然太不滿意了 你如果要退席 你認為退席才有辦法爭取尊嚴 過去八年 怎麼沒有退過任何一次席 那或是說 你認為應該要怎麼樣的方法 我其實覺得 他們現在有一些人 好像要逼民進黨 非常的這個用極端的方法 那如果這是你 真正的政策 那拜託你 綜合一下 因為看來陳怡民不是這樣講的